这期规模7.2的强震不只是全台有感 就连邻近的日本冲绳也都受到了影响 当地一度发布海啸警报 尤其在冲绳的纳坝机场也做出了预防性的措施 就是停止所有客机的起降 另外从日本其他地方要飞往冲绳的航班 也是一度折返或是转降到其他的机场 实际上的情况如何交给记者淳沛 好了主播观众台湾稍早发生规模7.2的地震 不只是各地灾情严重 日本气象厅也因为冲绳等地方 有观测到震度4所以发布了海啸警报 然后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25分开始 冲绳的纳坝机场是停止了所有民航机的起降 并且要求旅客还有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暂时避难 那画面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旅客是在机场大厅等待 包含了全日空还有日本航空等等都宣布 原本是飞往纳坝石原岛公古岛这些地方的航班 都全部折返或者是改成降落在其他的机场 另外呢在仙台的机场也宣布受到地震影响 飞往冲绳的航班确定停止办理打击手续 那目前日本冲绳纳坝机场发言人表示 机场目前是处于暂停营运的状况 由于预计会发生海啸才会做出预防性的措施 只会允许自卫队或者是海上的保安厅的航班起降 以上是地震相关最新资讯 把时间交换给棚内